不得不说,年底的娱乐圈真是热闹,三天两头就有争气斗燕的红毯,哪哪都在给各路明星颁奖,很多人就算没有作品在这些活动上露个脸,抢个精,多多少少也能挣点话题度,不过也许是为了年底拼业绩,有不少人用力过猛,于是两场活动下来,这四位主持人和这一位顶流大明星显得尤为尴尬, 零一四位主持人说请明星走红毯,那肯定少不了红毯主持人,不过不难发现,主办方们更重视的是盛典内场的主持人,于是红毯方面邀请的主持人,似乎有些过于随意,比如之前的蒋世蒙,一出镜,一开口,引得网友们质疑声不断,因为他即便是照着念词,都经常口误且没感情,还有李雪芹也曾被邀请主持红毯,那叫一个大写的尴尬, 作为脱口秀主持人,随即应变,临场发挥能力本应该很强,但由于跟明星们不太熟,他就只能尬聊,这次看到杨迪现在红毯主持区,众人本来还抱有希望,毕竟比起一众非专业的,不知名的主持人,杨迪在经验,应变能力,个人风格上都占有优势,但是看完他的红毯主持大家才发现,综艺咖还是综艺咖,之所以不被认可, 是因为杨迪在主持过程中出现了四个小问题,第一,紧张,嘴瓢,按理来说,参加过那么多大型活动,红毯于藏地而言,应该是小场面,但是刚刚开场,杨迪不仅念错了台词,还出现了嘴瓢,细心的网友直接在弹幕去指出,看到了杨迪手抖,不知是紧张还是太冷,虽然是小插曲,但上来就出状况,难免影响观感, 第二,不是当的开玩笑,红毯延迟播出,杨迪不但没有为主办方巧妙解释原因,反而还一而再再而三强调,我们又迟到了某嘉宾和我一样,刚才在门口等了很久,不知道的,还以为他出此言论,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平台的红毯活动,又不守约,此外,为了展现他和众多嘉宾的熟络,杨迪一会儿当众爆料,陈贝尔在台下拜托杨迪,帮他时刻注意项链歪没歪,一会儿又说宋颜飞的拍照动作, 是专门设计过的,同时还不忘调侃金城的礼服搭配的手套,像要来刷锅,那扎的礼服提前了一个月准备,好家伙,女明星们的私下的这些小心思,都被他这么猝不及防的,就搬上了台面,大家也只有礼貌的笑笑当作回应,第三,只说不做不够绅士,红毯上女明星们的裙子,难免会出现不方便的时候,作为场上的主持人,本应该事事帮助,然而杨迪没有, 景田穿着大高跟蹲下来铺裙子,杨迪站在一旁,举起话筒说,我很想帮你,但是我真不知道这个裙子的走向是什么,白露的裙子太重了,几乎是有点寸步难行,从杨迪面前路过,杨迪完全没有上前搀扶的意思,反而还说了一句,我也管不了你, 两人直接在红毯上热聊了起来,说唱歌手谢瑞涛都签完名,拍完照走向主持人了,他俩还自顾自得在聊天,镜头之下,以难演谢瑞涛表情的尴尬无奈,这一番表现下来,也不怪众人对杨迪失望,毕竟那场的何久,主持的那叫一个令人舒服,无论是观众的感受,还是嘉宾的感受,他都能照顾到,甚至还自己当起了道具老师, 不过也有一部分网友称,杨迪这个水平也不意外,因为他是谢娜带出来的,刚想说谢娜这是,人在家中坐,锅从天上来,在另一场活动上,谢娜便被众人指出,素质堪忧,这活动明星们的出场方式很特别,坐船,由于出席的嘉宾很多,当然不能坐到美人艺术船,和谢娜同船的是杨超越,贾乃亮和李旦,大概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外向活泼,也为了迎合活动的发疯主题, 谢娜带着杨超越,在小船刚划过来的时候,就开始尽情摇摆,试想一下,如果你坐在船上,会不会担心翻船,所以平时爱搞笑的李旦和贾乃亮都坐着不动,根本就不想配合,不得不说,谢娜这举动,自己是乐呵了,但是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,也能理解有人把杨迪的锅甩到他身上的原因了,杨迪还波及到一个人,金敬,其实从金敬在王牌节目上的表现,可以看得出来, 她是真的适合走喜剧路线,也确实很具备幽默感,甚至可以取代贾玲在节目当中的笑点,然而在红毯上,也许是为了配合杨迪的松弛,她念台词时故意用坐坐的语气,摆动作拍照时,也故意表现得很浮夸,部分观众难免会觉得,太油腻,要说油腻,主持人这次也用力过猛了, 说起来,也不知道李爱是为了展现自己的辣妈身材,还是想跟风一事,她选择了吊带露腰上衣,搭配紧绳裙,奈何红毯出场时需要坐穿,衣坐下其实是很容易堆起坠肉的,怎么吸气似乎也不管用,于是李爱就没能驾驭好,还是让众人看到了她腰上的坠肉,有人还觉得,主持人穿的那么淡薄,真心有些不妥, 看来虽然是简简单单的红毯,还是很考验主持人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的,林二一位顶流大明星,每当有盛典活动,杨幂绝对算是一大焦点,除了穿着打扮备受关注,杨幂也是很懂搞事情的,比如之前在晚会舞台下,她以一个吃瓜表情就能引发众人的一片讨论,这次刚刚出场,她便和妮妮开始互动了起来,两人不仅有说有笑,还直接让网友们脑补了一个婚礼现场, 不过在场外还狂炫闺蜜情的她,一定没想到那场主办方颁给她的一个奖项,直接把她推上了风口浪尖,出席的嘉宾里,妮妮今年的电影消失的她,备受关注,王一波,易洋千玺等人也都有全新作品,但获得2023年年度艺人的却是杨幂,粉丝们是欢天喜地的,为自家偶像庆祝了,但评论区最多的评论是,她今年有句播吗?她暗示,没有,那么,如此之多 交上完整答卷的艺人都在场,为何还把年度艺人的奖项颁给杨幂呢?这不是妥妥的空壳领奖吗?难道就是因为她的热度高,因为她的话题度高,因为她美? 有人认为,因为这个奖项是一部杂志颁发的,她们更在乎的是艺人的时尚感和关注度,但是,从众人的反应不难看出,杨幂的身份首先是演员,所以大家更关心的是她的作品,而说起杨幂的演技,发现没有,作为同行出道的自身演员,她似乎不太被众人夸赞演技,连导演李绍红都说过,她就是城市化的表演, 也看得出来,这些年,杨幂并没有把所有精力放在修炼演技上,而是更追求自己的商业价值,只不过,在这个观众对演员演技要求越来越高的时代,如果专业实力不够硬,但随着年龄的增长,日后不再拥有美丽的脸庞和完美的身材,杨幂还能红几个十年呢?